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要來教大家希望M呢 要怎麼去挑自己需要的寵物 那首先我們以小丑物工角來做例子 不管是你是物工職業 都可以套用這個方法 首先大家要知道這個遊戲的 寵物蛋有分三種 一種呢是我們的鳥蛋 那另外一種是屬於咕咕蛋 就是法師的 我身上目前是沒有咕咕蛋 大家有機會合出來 那再來是種子 種子有分三類 那另外一個就是天上之蛋 那是比較課長的部分 無課的話我不經意去碰那一塊 因為所需的成本實在是太高太高了 那這些東西要怎麼取的呢 首先是法師的咕咕蛋 咕咕蛋呢在這個法師咕咕會掉 目前得知的是法師咕咕會掉咕咕蛋 再來是鳥蛋 鳥蛋就是我們現在打的烏鴉會掉的鳥蛋 再來更後面呢 這個醜肉樹的人是會掉種子 總共分三類 那後面陸續還有什麼怪物會掉什麼種子 蛋 咕咕蛋就要靠玩家自己開圖鑑來看了 那首先先來講鳥蛋的部分 鳥蛋打這個烏鴉是會掉 那烏鴉的等級落在44等 基本上這遊戲你只要等差正負5等內 掉寶率是100% 那每高一等就會下降10% 一直到0%為止 所以高於15等的高於你掉寶率是0% 所以你必須利用這個5等等差來打到你要的寵物 對烏鴉是最好的選擇 不要把等級衝得太快 主線絕對不要盲目的推佛 你等級太快的話你掉寶率會跟著下降 那你可以看到我打這些高於異常的痛 那是因為這是BUG 這不是我傷害那麼高 正常我打烏鴉只會有1000出頭 1000到1500的傷害 那打這個3800是因為一些小BUG 等一下影片後面會告訴大家怎麼去使用這個詭異的BUG 那我們首先就是打這個烏鴉 烏鴉會掉出這個鳥蛋 那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寵物蛋要怎麼使用啦 首先寵物要進化很簡單 它的歲數必須是滿等 一顆星的滿等是10等 兩顆星的滿等是20等 那我們以這個寵物蛋來做例子 我們就把它升到10等 10等之後呢它就會不能再升級了 那寵物進化這邊就這樣起來 就可以把這顆蛋變成兩級 它就變兩等的蛋了 那怎麼樣把兩等的蛋變三等的蛋呢 很簡單 首先你要先把這兩等的蛋弄到滿星 那我們現在由於沒有第二隻滿星的蛋 所以我們再來衝一隻一星的蛋 如果你是衝這種下面沒有星數 就是你還沒強化過的蛋 注意看喔 你還沒強化過的蛋你把它升到10等 即便你升到10等它也不能進化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讓它滿星 怎麼讓它滿星的就是吃同樣的東西 例如說我這隻寵物蛋剛剛升到10等了 這裡10等 那我就知道再吃一隻鳥蛋 那記得不要吃到已經生一星的鳥蛋 它會有個提示出來 記得這個不要去吃到 吃這個空的鳥蛋 就是還沒有強化過的鳥蛋把它吃掉 那這個鳥蛋就會變10歲的一星 那你就可以把它進化啦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兩星的蛋 那剛剛我們是不是有強化一顆兩星的蛋 那我們就可以吃掉剛剛再弄的一次有兩星的蛋 讓它變成兩顆星的就是二分之一星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過沒有滿星是不能進化的 還有沒有滿歲數是不能進化的 所以我們再搞出一顆兩星的蛋 讓它變成滿星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用寵物升級啦 然後再把它升到10等 那這些材料 這個叫做寵物腐蝕要怎麼獲得 就是分解裝備來拿到 或者是合成 等一下再教大家合成的系統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剛剛那個寵物給進化 再變成一個兩星的蛋 那由於兩星的蛋呢 我們再拿到一顆 所以我們可以把剛剛那個二分之一顆星的兩星蛋 把它變成兩星 那這樣它就滿星啦 兩星的蛋 那為什麼不能進化呢 很簡單 因為它歲數還沒滿 那如果你歲數滿的情況下 星數也滿的情況下 發現你不能進化的話 那就只有一個可能 代表你把它裝在你的寵物籃上 裝在寵物籃上的那個寵物是不能進化的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能進化一定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來我們把這顆兩星的蛋 把它想辦法弄到滿等 我們的材料應該是不夠弄到滿等 我這樣看下來 滿等的話是20等 搞不好有機會喔 看一下 差一點點沒辦法20等 沒關係 那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來介紹合成系統 搞不好大家可以合到英雄的腐蝕 那刷鳥當有什麼好處 你可能說 我沒有這個英雄腐蝕 我不能升級寵物啊 那我刷這麼多鳥當有什麼用 沒關係 這邊有個合成系統 那你可以把你多出來的鳥蛋 直接按合成 合成可以合到什麼 注意看喔 它可以合到 其他種類的 我剛剛講過 蛋有分 鳥蛋 種子 咕咕蛋 那可以利用這個去換到其他你要的蛋 那也可以換到這個天上之蛋 但這個算是課長蛋 需要的資源太多 我是不建議 那最好的就是這個英雄腐蝕箱 這個就是藍色的腐蝕 然後對應下來就是這個藍色的腐蝕 這個會比較高 就是拿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合成是有用處的 那合完之後也有機會靠賽 讓它直接升一階到下一階的蛋 那這個就是相對應的 咕咕蛋對應這個咕咕寶寶 種子對應發芽 鳥蛋對應身軸的鳥蛋 所以大家不用怕你合錯 那合成後跳出一個動畫 好 右上角是skip 比較傻傻的看動畫結束會比較快 那就是所謂的英雄腐蝕箱 然後我們就把全部的這些寵物蛋先合一合 你看它跑出種子 那由於我這個職業 目前想要先拼鳥蛋 因為鳥蛋出來的怪物 基本上都是物攻偏多 所以我喜歡用鳥蛋 那法師的話我會建議用咕咕蛋 咕咕蛋的法師的寵物比較多 那就以你的職業來去對應 你要先衝拿幾顆蛋 那我們先把這個蛋合上去 合成完之後呢 大家可以發現有一些材料在 我們看到靠賽然後拿二級的 你剛好拿到二級的 但是這個二級的也是跟我們一樣道理 你要先把它強化成兩星版 才可以進化 那由於我們素材根本不過多 我們繼續弄那顆蛋 我們剛好拿到我們的英雄腐蝕 這樣就是身上的這個啦 這個 這個打開來就可以拿到英雄腐蝕 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開 拿到這些腐蝕像 那我們來做一點犧牲好了 我們為大家做一點犧牲 為了讓大家懂這個寵物系統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充一隻這個蛋 那它必須要滿等才可以進化 所以我們吃一個這個五千的 欸 差三百 我們差了最後的一百 所以我們想辦法再拿到一個這個腐蝕 那這個腐蝕拿法很簡單 分解裝備就有機會拿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都會直接把它全部換掉 看有沒有機會讓我靠賽分到一個腐蝕吃一百的就好了 我比較浪費那個五千的 好 有個高級腐蝕好不好 我就浪費這個高級腐蝕教大家吧 那我們這邊會吃掉一個高級腐蝕 它其實只要吃一個這個就可以升級到滿等了 但是你按了這個它會告訴你說 欸 會溢出四百菁英值 可以吃但會損失四百 你要進行嗎 好啦 我犧牲一次給大家看 OK 那我們兩星滿等了 並且歲數達到二十等滿等 兩星就是二十等 二十歲是滿等 三星的話一時類推變三十歲 四星就是四十歲 五星就是滿星了 那我們就把它進化吧 進化有機會跑出蝙蝠蛋跟羽毛蛋 羽毛蛋是法師在用的 蝙蝠蛋是物攻在用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跑出蝙蝠蛋 跑出這個也沒關係 大家請不要像我一樣 你可能會覺得說 欸 我這個多出來 OK 那我要強化繼續把它往上合成 我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它合上去高機率 應該說幾乎是一百趴 變成我們的法師蛋 那在巴哈有一篇文章 我就寫得很好 叫這一篇 希望M寵物簡易進化表 這一篇可以讓大家去參考 這個作者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幫他點個GP 我真的覺得他寫得太好了 他會完美的告訴你 種子系列孤孤蛋系列 所需要應對的技術經驗 大家可以看到 天上之彈是所有東西有兩倍之多 那鳥蛋雖然高 但是 好寵物 好的寵物比較多 那天上之彈真的太貴了 你看他的造價資源太誇張 那他會告訴你 哪些東西進化會變哪些東西 哪些東西進化會變哪些東西 然後下面有告訴你這些寵物的數值 那經過我的比對結果 發現你看 咕咕蛋系列的對應出來幾乎一字排開 全部都是魔攻 只有少部分是物攻 所以以機率學來講的話 大概率是衝 咕咕蛋的人都是法師 那我們來看鳥蛋 鳥蛋的話很明顯 他都是物攻較多 雖然有部分是魔攻 就是他的物攻佔比我就是比較高 而且物攻出來的是很強很強的寵物 所以我想要先拼鳥蛋 那鳥蛋還有給到蝙蝠之類 而且是很好做分別的 他會告訴你什麼核出來就是什麼核出來就是什麼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太多的資源 那這篇8號文章我會放到這個影片的下方給大家看 讓大家去參考對應 那我們回到希望的遊戲中 那這個鳥蛋大家 如果是這個已經很明顯顯顯魔攻了 他這個右下角會寫 這個紅色的刀代表是物攻蟲 那相反的這個法術的圖案 代表是法師寵物 所以如果你合到這個天使蛋 我並不建議你把它升為三星然後往上合 因為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東西 會浪費很多材料 像這個我就把它變三星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多出來的寵物是你不要怎麼辦 我們直接把它合成 我們剛剛講過 寵物只要合成 你看我現在有四顆法師的 但是其他的物攻 所以我不想合成 所以我來做個示範 我們先隨便按一隻 然後你可以發現他的獲得機率 他可以跳其他寵物給你 甚至可以拿到天上之彈才有的寵物 那也有機會直接變成四階的寵物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寵物是法師的 不要再把它合上去想要把它拼成物攻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乖乖的把它合成靠賽 要嘛回到一階 變成福石箱 要嘛就是拿這些東西 然後拿到福石箱其實也不虧 因為法師的寵物變成福石箱 也是拿來讓你進化物攻的寵物 所以我會建議你把它合成 是最好最好的選擇 那以上就是寵物的介紹 那大家如果對寵物不了解 就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調理到寵物該怎麼進化 該怎麼挑 那就不用傻傻的在這邊看圖鑑 那我會建議大家刷這個鳥蛋 那剛剛說的這個bug是怎麼原因呢 就是說 法師、祭司、戰士都有降怪物物防的技能 那這個遊戲想有一個很奇怪的bug 就是 小丑是沒有降物防的技能 例如說 這隻小妖姬會在這邊重生好了 我現在放他一招降物防的技能 這隻小妖姬就會減100物防 但是他下次重生的時候 他那個減100物防仍然在 但是你再放一次降100物防 他會變成降200物防 一此類推 這個區塊只要有一隻法師 或是劍士、祭司之類的角色 在這邊瘋狂的 疊加這些debuff給這些怪物的話 這些怪物每經過一次重生 他的debuff是不會不見的 例如說這隻烏鴉現在減100 我再放變減200 然後他死掉了 他又復活了 那減200還在 我再放一次他就變減300 一此類推 然後搞了這個區塊的 怪物的防御率相當之低 所以你可以挑有一些法師很多 或是劍士很多 看起來就一臉在製造bug的玩家 然後來這裡掛機去打這個烏鴉 或是打其他你要的相對應怪 像你要打種子 你要打咕咕蛋都可以 然後來相對應的練功 但我不建議一邊打的時候一邊解尾多板 因為你等級會升很快 我會寧可燒水錢來打這個鳥蛋 然後來弄我的寵物 因為這個遊戲我剛剛講過 正負五等 掉寶率是100% 你超過五等等級練太快 反而掉寶率會低 所以我比較喜酒般就是 把它等級壓著 然後瘋狂的打這些怪物練等 那以上就是我對天堂M的寵物介紹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 喜歡大家看得懂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